新京暴讯 新京暴讯 记者徐邦印 有些超级球星 他们独自率队征战 中其一生也没能获得一枚总冠军戒指 而对于角色球员来说 他们能做的只有本职工作 总冠军的荣誉可遇不可求 虽然职业生涯九个赛季辗转了八支球队 但在加盟猛龙仅四个月就随队获得总冠军 林书豪不可谓运气不好 在NBA历史上 先后有王志志 巴特尔 姚明 易建连 孙悦五位中国球员征战NBA赛场 姚明 易建连 王志志的成就都比巴特尔 孙悦要高 但后两者的运气显然好于姚明 易建连和王志志 2003年 巴特尔跟随马次获得NBA总冠军 2009年 孙悦跟随胡人获得NBA总冠军 从出场情况来看 巴特尔 孙悦只是在各自赛季的常规赛出场过 季后赛并没有获得任何出场机会 但按照NBA的相关规定 两人还是拿到了总冠军戒指 如今跟随猛龙夺冠 林书豪也成为第一位获得NBA总冠军的华裔专题 球员 与巴特尔 孙悦的总冠军戒指相比 林书豪作为总冠军成员的含金量显然更高 今年2月中旬加盟猛龙后 林书豪在常规赛场均上场18 8分钟 贡献7分 2 6个篮板 2 两次助攻 猛龙闯进季后赛后 林书豪的上场机会减少 只有8次出场 出场时间锐减 基本上只会在垃圾时间登场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中 林书豪替补登场51秒 虽然没有数据进账 但也算是上演总决赛首秀 猛龙最终能够夺冠 林书豪自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